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参加HSK四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HSK四级考试 HSK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四十五题 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现在开始第一题 1. 明天就要去使馆办签证了 邀请信竟然还没寄到 这可怎么办? 签证已经办好了 2. 女儿出生以后 我才知道 做妈妈有多么不容易 因此 我更加理解我的父母了 也感谢他们 这么多年来给我的爱 现在她也做妈妈了 3. 小王 这份材料明天早上就要用 得请你翻译一下 晚上十点之前一定要完成 翻译好后 打印一份给经理 辛苦你了 小王今天要加班 4. 节日是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 我们可以从了解这个国家的节日开始 节日是文化的一部分 5. 三十七岁的王教授 在我们学校很有名 不但会三种语言 而且会写小说 各方面都很优秀 王教授 脾气很大 6. 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 两个人共同生活 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 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 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都要有对家的责任感 真正的爱情 不需要浪漫 7. 只要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 早上的公园里 街道上 早起锻炼的人中 老年人很多 而年轻人很少 年轻人喜欢早上锻炼身体 8. 小林 这次的招聘 是由你负责吧 李教授介绍了他的一个学生 是个博士 条件还不错 这是他的申请材料 你看看 小林 正在找工作 9. 回忆过去 有苦也有甜 有伤心 难过 也有幸福 愉快 有很多故事 让人难以忘记 有很多经验 值得我们总结 应该总结 过去的经验 10. 理想的广告词 应该简短 广告词 一般六到十二个字 比较合适 不应该太长 否则 观众不易记住 也就流行不起来 广告词应该简短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一共十五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 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男的主要是 什么意思? 现在开始 第十一题 十一 妈 您的手机响了 肯定是你爸 你接一下 就说妈正在做午饭呢 关于女的 可以知道什么? 十二 你看电视上的报道了吗? 今年十个大学毕业生 竞争一个工作 关键还是看能力 有能力的人 不怕找不到好工作 男的认为什么 什么是关键? 十三 我的天 这个西红柿汤 你放了多少盐呢? 我尝尝 呀 对不起 盐是太多了 汤的味道怎么样? 十四 下星期 首都体育馆 有场羽毛球比赛 我们一起去看 票恐怕很难买到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十五 明天我穿这件衬衫 怎么样? 衬衫没问题 但是裤子要换一条黑色的 另外 你该理发了 女的让男的做什么? 十六 什么时候让我们见见你的女朋友? 没问题 姐 我们正商量着 下个周末 请家里人一起吃个饭呢 说话人是什么关系? 十七 小张 原定后天上午的会 改在明天下午两点了 你通知一下其他人 好的 经理 我现在就打电话 会议原来准备什么时候开? 十八 我们我们还是坐别的电梯 我们还是坐别的电梯吧 你看 电梯门上写着货梯 好吧 去那边吧 他们为什么不坐这个电梯? 十九 十九 奇怪 这花儿才买来几天 怎么叶子就黄了? 植物需要阳光 咱把它搬到院子里 可能会好些 女的有什么意见? 二十 师傅 我去火车站 大概要多长时间 半小时能到吗? 现在不堵车 估计二十分钟就能到 去火车站 需要多长时间? 二十一 你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对 动物世界很精彩呀 还可以丰富知识 你不喜欢? 女的喜欢看什么节目? 二十二 我现在去菜市场买菜 你中午想吃点什么? 随便 或者我们吃饺子 好不好? 好 男的中午想吃什么? 二十三 王校长 这次出差还顺利吧? 挺顺利的 安排得很好 还顺便 在北京玩了两天 这次出差 情况怎么样? 二十四 小刘 帮我把这两页材料 传真给李记者 他下周的一篇报道里 要用这些数字 哦 他的传真号码是多少? 对话最可能发生在哪儿? 二十五 终于 终于爬上来了 终于爬上来了 累死我了 这山太高了 看来 你确实缺少锻炼 以后 每天跟我一块儿跑步吧 他们最可能在做什么?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一共二十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把这个文件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 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 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现在开始 第二十六题 二十六 王律师 我有一个朋友 想来上海做生意 好啊 上海这个城市大 市场也大 机会也多 可是 我们对当地的情况 都不太了解 可以问我啊 我在这儿 工作快二十年了 我熟悉啊 男的为什么说 可以问他? 二十七 真抱歉 本来我该去火车站接你的 没关系 我打个车就回来了 很方便 你那篇材料写完没? 差不多了 我再检查一遍 就可以交了 那你快写吧 写完早点休息 根据对话 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八 今天打扫房间 你猜 我找到什么了? 看你这么兴奋 难道找到人民币了? 笑什么? 究竟是什么? 你真聪明 我在咱们床底下 找到一百块钱 那是我的 我昨天好像丢了一百 我不相信 他现在是我的 女的怎么了? 二十九 请问 附近哪儿可以复印? 图书馆一楼东边 有几台自助复印机 除了那儿 还有其他地方吗? 那你要去学校外面了 南门对面 有个小商店 那儿也可以复印 根据对话 男的最可能去哪儿? 三十 这个月 家里一共花了五千多块 这么多? 你不会是算错了吧? 没算错 光买沙发和冰箱 就花了四千多 明白了 下个月 不会花这么多了 他们在谈什么? 三十一 小姐 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的客人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 真的吗? 谢谢你 太高兴了 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 祝您购物愉快 谢谢 女的为什么很高兴? 三十二 你好 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 对不起 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 啊? 那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 八月十五号 报名时间 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 下一次考试是几月? 三十三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成功经验吗? 我觉得要重视平时的积累 要多向周围的人学习 那您觉得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是诚实 女的觉得自己怎么样? 三十四 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毕业后在老家工作了一年 然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 读研究生 真厉害 是硕士了 你读什么专业? 几年? 教育学 三年 女的为什么说男的很厉害? 三十五 油箱里剩的油不多了 看看哪儿有加油站 前面就有一个 大概有四五公里远 好 那我就放心了 刚才我还有点担心来不及呢 航班是十点的 来得及 男的刚才担心什么? 第三十六到三十七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邓亚平是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 但是他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 很多人认为他并不适合打乒乓球 可是他通过努力改变了人们的这一看法 他十五岁成为亚洲第一 十六岁获得世界第一 三十六 关于邓亚平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七 邓亚平什么时候获得亚洲第一? 第三十八到三十九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同学们正在教室里学习 准备下星期的考试 班长忽然跑进来 大声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下星期不考试了 同学们高兴地跳了起来 班长又说 坏消息是下星期的考试 改到今天了 三十八 消息是谁通知的 三十九 坏消息是什么? 三十九 坏消息是什么? 第四十到四十一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他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有一次 一个地方举行一个比赛 看谁表演得更像他 参加的人有三四十个 他自己也报名参加了 但没有告诉任何人 结果他得的竟是第三名 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笑话 四十 他参加的是什么比赛? 四十一 他为什么觉得很好笑? 第四十二到四十三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进入冬季 气候干燥 怎样才能保护皮肤 让别人看不出自己的年龄 我们的水之印象 可以让您的皮肤 在干燥的冬季喝饱水 我们现在正举办免费试用活动 很多人用过之后 都说效果非常好 您还在等什么? 四十二 水之印象有什么作用? 四十三 他们正在举办什么活动? 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任务已经按计划全部完成了 这一段时间 尽管工作压力很大 中间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但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 我们能够快速积极地找到问题的原因 及时地解决问题 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四十四 关于这个任务 下列哪个正确? 四十五 书画人正在做什么? 三十五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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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